欢迎收听科学大声工 现在播出的是 小心 轻气球有诈 周末正好是小晴的生日 小宇一家正烦恼 如何为小晴举办生日宴会 他们的好邻居 疯狂博士 也打算帮小晴庆生 但也想捉弄一下小宇与小晴 小宇深知博士的个性 可能会有惊人之举 就在开心与半信半疑的状态下 爸爸 小晴与哥哥小宇 一同去参加了这个party 一进门 好多彩色气球飘在空中 哇 哥 你看 好多气球哦 就跟你说疯狂博士不是坏人 他知道我今天生日 还帮我准备了一个 这么棒的生日party 真到处都是气球耶 看起来真的很棒 可是我总觉得怪怪的 怎么只有我们家的人呢 其他的人呢 好啦 你不要再怀疑他了 我已经把蜡烛插在蛋糕上了 我要点蜡烛了 点好后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吧 不行 爸 不要点 小宇怎么了 你是基督博士帮我庆生吗 不是 这个气球有问题 你注意到了吗 这些气球全漂浮在空中 灌有不知名的气体 我猜可能是氢气 而且绑气球的绳子都用棉绳 全是可燃的易燃物 小琴你看 有一些棉绳 还飘在蛋糕上的蜡烛旁边 若我们点燃蜡烛 就会烧到棉绳 并且快速延烧到气球 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啊 这些气球就会产生连环爆炸 天哪 这真是太恐怖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小琴 小宇 你们有观察到 这些气球与一般的气球 有什么差异吗 嗯 它们比较轻 都飞到天花板顶了 很好 那是因为这些气球里面装的是氢气 氢气是很氢的气体吗 氢气是一种气体 也是一种化学元素 而化学元素就是指自然界中 一百多种基本的金属和非金属物质 它们只由一种原子组成 每种原子的原子核 具有同样数量的质子与中子 用一般的化学方法不能使之分解 并且能构成一切物质 原子的质量由质子与中子所组成 由于多数原子质量很小 为了简化起见 科学家将氢的原子量定为一 然后对应这个值 定出其他原子的质量 氢是化学元素里原子量最小的元素 所以重量也最轻 氢气的氢字与氢飘飘的氢同音 当初在中英翻译时 吉佣已表示它是最轻的气体 所以它比空气中的氧气氮气还轻 因此能轻易使气球漂浮起来 另外它为什么会爆炸呢 氢是种无色无味无毒 但具有可燃性的气体 虽然看不到它 可是当有火源或火花时 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就容易发生爆炸了 原来如此 可是空气中不是也有氢气的存在吗 为何空气就不会被火源引发而产生爆炸呢 空气主要是由78%的氮气 与21%的氧气所组成 其他气体都非常少量 要与氢气产生爆炸 氢气的浓度至少需达到4%才有可能 另外 每种原子的质子的数量 又被称为原子叙数 例如 氢原子叙是1 氮原子叙是7 氧原子叙是8 哦 所以 疯狂博士墙上挂的大图表 原来就是周期表 是根据原子叙 从小至大排序的列表 不过 由周期表看来 气球中也可能是安全的氦气 氦气的原子叙是2 原子量是4 也比空气轻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让这些气球 从窗户飞出去 再开始庆生吧 没问题 科学大升工 由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提供 想知道更多生活科学知识吗 下一集更精彩哦 波本洋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